这两年,娱乐圈内一直喜事不断独自在圈内摸爬滚打,多年的赵丽颖,终于找到了归宿遭遇过渣男,经历过事业低谷的唐烟,也终于可苦练自己多年的骑士逻辑修成正果。 前一出价似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写事太多,网友们也自动带上了粉红泡泡滤镜前几天,疑似演员正海被拍到半夜和一位妙龄女子一起去做足疗照片出来之后,网友们怎么看被拍到的女子这么眼熟更有眼见的网友直接指出,这不是王小辰吗? 这样的深夜同况,让不少网友戳着小手表示兴奋,难道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 其实真的不怪网友们有这样的想法,提起王小辰真卡这两个人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有一种感情,叫奶怕是捂住了嘴巴,也能从眼睛里流出来,这卡就不用多说了。 这两年通过奔跑把这个节目,让小月抱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国民度和人气猛增亡小辰,是个踏踏实实的演戏台,毕业十年,一直在茂盛演戏。 这么多年只上过两个综艺节目,一个是我就是演员,是去演戏的,另一个是青春同学会,和大学同学们一起录的也正是青春同学会这个节目。 让网友们发现了他和郑凯之间的一点,猫腻这两人在节目中实在是太厉害了,王小辰一出场的时候陈赫和郑凯躲在另一个房间里,通过广播和他们交流,本来是想让斗一斗,王小辰结果郑凯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哪怕生陷经过了变音处理,王小辰也通过这句话,一下子就认出了郑凯为啥,因为那是郑凯的口头禅。 你爱到什么程度了,两人做饭的时候都要一起操作,陈赫在一边看了吐槽说,你们俩去另一个节目吧,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我和你两个暧昧的人在一起捏捏歪歪,旁边再加上好朋友的吐槽起哄,这种场景在学生时代,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有网友分析,毕竟大家都是公众人物,陈赫应该不会随口乱说, 除非是知道些什么最初人,但还要处两个人镜头外的,按啥啥的小眼神节目中有个环节,是几位大学老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聊天,郑凯和王小辰非常默契的坐在了一起,期间王小辰还调侃郑凯 各自长高的郑凯看他说话时候的眼神,也可以说是非常温柔了在表演话剧的时候,王小辰站在前面说,台词后面坐着郑凯,镜头都虚了,但也能看到他的眼睛是盯着王小辰看的这期节目之后, 强大的网友们迅速发出了两人从大学到现在的各种牵扯更有网友发现,先前在王小辰拍的距离,他居然开着电脑,在看郑凯演的电视剧,王小辰,前脚发了个球运含妙扎的状态,郑凯后脚就更新了一句,君大一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而且不知道了是巧合还是刻意,时间点正好是13点14分两人毕业十年了,还经常在一起,过生日演员的职业属性,大家应该都知道,指不定在什么地方拍剧拍广告,很难碰到一起两人毕业之后,一起过了好几次生日,都是特意飞到对方的城市的就算不是爱情, 这种友情也是特别让人羡慕了不过演员的战情生活,本来就不说免离,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王小辰,在拍摄《大好时光》的时候,还曾经和胡歌传过飞文在颁奖典礼上,还又镜头捕捉到王小辰回头,去看胡歌的瞬间虽说这一切,也只是网友们美好的期许和猜测,两人也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但都都转转十几年, 如果真的在一起了野蛮让人羡慕的大家靠好正凯和王小辰吗?